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政府的政策的部分 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从原住民基本法也好 从成立人民会以后 我们几乎把人民会的施政的重点 放在社会福利这一块 我们一直跟政府伸手要求 要这个 要那个 包括法案的建制也都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一个脑筋 除了社会福利这一块 几乎建制已经算是完整以外 我们应该多多思考 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在经济委会特别询问的 农委会的主委 我说现在很多我们的农产品 在地方农会的整个 采收采购的计划里面 通常都处于末端 都在末端 比如说我今天要买一百斤的干极 我先找这个白浪的农民 收购了九十公斤以后 还有十公斤 原住民的你们也来进货 都在末端 所以我当时就跟农会的主委 我要求要重视这个问题 重视这个问题 结果农会陈志伟居然说 那个是圆明会的事 我猜人要拍桌子 我说这什么回话 一个台湾一个政务官 负责全国的农民的 这个产销计划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原住民的收到的这个状况是 末端 什么都是末端的 福利也末端了 被收购也是末端 他还说是原民会的事 所以我就非常的生气 包括我在原民会 在总预算的 总执行的时候 你也在场 还是附座在场 我忘记了 是你在场吗 附座在场 我就注意到 现在的部会对原住民基本法 都视若无睹啊 几乎都没有看到 我不晓得你们 站在原民会的主管的立场 有没有跟其他的部会要求 好好的研读 甚至应该把这个原住民基本法 当做一个终身学习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法案的 你们有没有过 跟其他的部会做这样的一个沟通啊 报告员 这个沟通一直在进行 从早期我们在定土海法 这个过程 包括我们自治法的过程 实际上在制定这些法律的时候 一直要把这个 那个基本法 恐怕是不够 不然这些部会 因为有些部会会会会会换人啊 新人上来啊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 原住民基本法为何物 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我们最最怕的事情 就像我自己海盗海 行驶到警政主去上课 上原住民基本法 让他们知道 法的内容是什么 他的精神在哪里 执行的时候应该要 如何做一个界限 我都自己亲自上课呢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积极到这个程度啊 我大概到其他各部会 甚至在司法单位 我通通去做过非常非常多次的演讲 那显示这个事情 他那个还是不够了 我们还是要加强 那委员刚才所关心的 关于那个原住民的 未来产业的这些发展的 这些部分 我想我跟委员聊过一次天了 就我们现在对那个综合发展基金的整个活化的工作 我们非常非常的积极 那个包括我们制定原住民族金融法 还有我们很希望将来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原住民族银行 那现在各部会都还有相当多的意见 不过我觉得东西提出来 大家共同去寻找一个最大的工业数 让这个活化 因为它将近要100亿啦 这对我们同胞 无论是想创业的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同胞 需要一些小额的这些金融的这些 所以他现在使用率怎么样 我都没有看到你们的数据 使用率我们觉得一直不满意 虽然我们执行率今年怎么样 去年怎么样 今年都不错 因为我们把那个微型贷款啊 还有一些服务的项目 做了一些扩大 做了一次 我们觉得这 我这一年都常常 有机会再跟你谈 因为时间不多 我现在有 我注意到会里面啊 这个行政的这个流程 跟完成啊 大有疑问 我觉得主命要负责任了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最近提了一个 考上原住民特考以后 然后就放弃身份 是 这个在新闻上也大大的 这个宣传出来 我给你们要求提供资料 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看到 其实你讲了一个礼拜以后 我就知道答案了 答案你们没有回给我们呢 这个程序你们很多 很多给你们要的资料啊 你们都不给 都不给 我请他们马上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很重视这件事 所以我印象里边 我一个一个礼拜 你知道我长期关注传统礼仪这个事 我要求涂海法 你把你们的版本也先让我们过目一下 到现在也没看到啊 报员 那个涂海法的部分 我也跟委员说明一下 因为那个法 现在刚送到行政院去 我知道嘛 那也让我们参考一下嘛 不可以给我们参考吗 我们之前在院会的全部的讨论 还没有啦 我知道嘛 老报还可以帮你们呢 为了周一 对不对 报委员 这个我同意啦 但是实在 他们也跟我提了这个 但是因为我们跟其他各部会 还没有 因为那个意义还很多 虽然行政立法是相对 相对我们来监督你们去执行 但是原住民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行政立法 必须要充分的互助 充分的互相配合 我可以帮你们的忙嘛 这个法 在我们前一次送到大院 然后又收回来 又再做一次讨论的过程里面 的确各部会的争议很大啦 那我们我觉得 我们彼此部会的 彼此的尊重要有 那就是只要有在行政院 开过一次会 我想这个事情 很多你不能讲 我帮你们讲 我们都会帮你们讲嘛 因为管道不是单单在行政院 会有很多地方 甚至到总统谈话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谈 所以你应该要 善用我们的相关职权 来帮你们啦 好不好 了解了解 另外呢 明年啊 明年行政院通过了一个 数位关怀方案的一个计划 我记得是34亿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不晓得今年会里面 关于这一项政策 有没有 呃 编了相关的预算 呃 是不是 是在教文处是不是 教文处 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 呃 跟委员报告有编了 4900万 4900万 对 34亿你们才分到4900万啊 呃 跟委员报告我们是配合这个 教育部的一个深更数位关怀方案 我们是在他的子计划底下 他只给你们这样的一个项目跟额度是不是 这个太傻了 真的是太傻了 那个周围啊 是 他部分的教育部我们会会看他们这个 我们要塞用政府行政院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是是是是是是 数位落差的一个关怀方案 是 让我们的呃 这个偏远地区啊 偏乡啊 是 的这个网络的建制啊 能够快速的完成 而且普及利要达到跟杜汇区一样 这是我长期的一个目标 我也非常关心 因为我还没有来圆明会之前 我们跟很多的基金会都在合作了 是啊 就是一直在把那个 那是民间的力量 原厂的差 哦 民间的力量是这样 我们现在要的是政府 政府本来就要做这些事情嘛 我想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教育部跟我们的同仁一定一定会把那个涵盖的这些面能够 对 主委 你要善用现在台湾 世界第一的这个云端科技啊 是 好好的把原厢的教育 原厢的医疗卫生 透过云端技术来管理 是 这是非常容易的事 这个非常重要 你看 你们刚刚跟程文元在谈这个纳保利的事 主委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们 定了一个目标是 希望在101年的纳保利 能够达到93.6% 是不是预算数上是这样写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数据 今年原民会原住民的纳保利事实上已经高达93.79%还超过你们明年的目标 去年为止 已经高达93.79% 结果你们定了一个93.6%的一个年度的计划 那你今年都不要做事 早就超过了嘛 是啊 那本来99年度的目标只在94了 结果我们执行的成果是93.6%了 所以为了符合那实际我们真的是按照那个计划 就让你没有企图吸纳 你就给他定到跟这个所有的国民的平均99%一样有什么不好 你把目标定了你们才有个努力的方向 结果你现在倒退啊 人家你都已经完成93.79%你还定93.6%作为年度的目标 报委员这个部分哦 定是这样 但是我们努力把它甚至到94嘛 这个方向应该应该 既然他们的说明是这样 不过实际操作跟推动啊 应该不是这个数字能够改 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有个企图心 我们定95%甚至96%我们来努力嘛 好不好你要不要修改这个机会 你们自己再回家看 那个再给我两分钟好不好 最后啊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主委在沟通 我最近经常接到的这个陈请案呢 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农 老农哦 他在原乡本来有一块土地 那么这个经济环境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有的是他要去支援他的孩子在西部要 要要要要要创业 设厂等等啊 在农会贷款最后因为还不起 然后土地就卖掉 土地卖掉以后他所有老农 他不能不能再领老农津贴啊 65岁以前就把土地卖掉以后 他就不能再领老农津贴 结果呢 连那个上帐给付好像也领不到 很多案例一直跟我谈 我也跟农委会讨论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农委会也说他也不晓得 这个依法是不能享有那些福利的 我一直要求他们啊 跟你们再讨论看看 请行政院在这 或者我们这边做一个立法的 这个修法的可能性啊 来帮助这些老农 他本来已经就是弱势了 经济弱势的导致连福利都没有耶 包括保主席啊 我说你知道吗 很多老农是这样的 他搞到年长的时候 该好好享受的时候 因为经济弱势涂地卖掉 连基本的老农的福利啊都没有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帮帮这些老农这个忙 你把这个事情记下来 你的祖密好好把委员的谈话 对话咨询的内容好好的记录 一定要回话 你们别拿了就石城大海都不理我们啊 好不好 这一定改进 谢谢主席 今天就